大家好,2023年的东京马拉松已经圆满落幕了 本届日本男女子精英选手排名可是是用大棋牌来形容 排名完全是意想不到 尤其是日本男子选手 日本男子冠军是由25岁的黑马选手三下仪归取得 第二位是齐田剑野 而大热的大破剑将日本第三完成 至于日本女子冠军同样也是有点意外 宋田瑞胜获得冠军 西田埃及生田相继获得日本亚军及继军 而大鱼选手一三马去进入日本第七完成 那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而今天这条影片就会为大家回顾一下2023年的东京马拉松 在2023年3月5日是2023年东京马拉松的举行日子 比赛当天气温是7到12度之间 刚起步时是9度,10度54% 是绝佳的比赛条件 而且大会还特意为打破日本纪录 而安排的目标配数为2小时4分30秒 及2小时18分32秒的配数远 所以很有可能见证日本纪录的诞生 男子第一集团以约2分57秒完成1公里 此时日本选手第一次前日本马拉松纪录保持着 舍乐犹太 以14分45秒通过5公里 比日本纪录分段时间快8秒 但舍乐犹太此时仍紧贴追前方 已经很久没看到他跑得那么进去了 不仅令人好奇他会否在这场比赛创下接机 在6公里时出现了有趣的一幕 大破竭 紧创大人 舍乐犹太起跑 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三人同场竞技了 最后以约29分24秒通过10公里 比日本纪录分段时间快了22秒 此时日本选手的第一集团除了几名精英选手外 还有首次参加马拉松的年轻选手 半马学胜利代第三位拒责大学22岁的三野利也加入战局 最后变化都不大 以44分5秒通过15公里 仍然领先日本纪录分段时间27秒 不过最后发生了有趣的一幕 由于三野利错过了补给 经验不久的他选择大后跑再拿水 虽然很快就会领先集团 但节奏已经被打乱 日本的第一集团也62分12秒通过半马 完善时间预计是2小时24分24秒 尽管这是破日本纪录的配书 但仍然有不少日本选手能跟上 一小时时3分47秒通过25公里 一小时28分40秒通过30公里 而也在此时井上大人输了领跑 这是一个罕见的画面 因为以往到这距离时非洲的精英跑者 已经明显抛开日本选手 在过多几分钟后更有另一位日本选手 上下一关领跑 而且他的表情及跑制度非常轻松 只有个尼都露出微笑 女志相比大破解一度用手按着车负 警创当然更面诚难受 你一小时43分35秒通过35公里 而30到35公里之间稍微掉输 用15分7秒 在剩下的7.195公里 要以2分57秒每公里的速度 才有可能打破日本纪录 在36公里多时D集团 大破解三下一关及齐田接引三位日本选手 而有趣的是三下一关领跑 人员们觉得他不仅有机会拿下日本冠军 甚至有机会冲击东京马拉松的冠军 但情况却在37公里时发生变化 肯鸟选手 Tidus Kipruto突然来了一个变数 使日本选手调出了第一集团 只剩下一名加拿大选手能跟上非洲选手 第一集团以1小时58分54秒通过40公里 大破解等人的第二集团以1小时59分10秒通过 比日本纪录的分段时间慢了30秒 已经不可能打破纪录了 看的就是谁能拿下日本冠军 不过大破解的车夫反复不失 上下一关车不断加速 不仅如此 一直位置日本第3的齐田坚也在最后1公里时超过了大破解 镜头先转回第一集团 三位非洲选手到最后100多公尺才展开最后冲刺 最后第四 盖米萨尔尼扬持5分22秒后的冠军 姚哈姆伊萨尔尼扬持5分32秒后的亚军 SKGT33秒落后后的第3 加拿大选手CAMERON LEFANS以2405分32秒后的第5 同时也打破了北美洲的马拉松记录 三下一归及齐田坚也分辨以2405分51秒 及2405分59每日本手名及4名完成 他们的成绩也成功解禁日本马拉松立代第3及第4位 大破解以2406分13秒后的日本第3 锦双大人以2407分9秒成为日本第4 至于赛前另外两名大人选手 锡谷公平及及田优也则以2408分10秒 及24012分8秒完成 至于首次跑马拉松聚者大车的三野令在35分0后遭遇严重失输 最后即以24016分25秒完成 日本女子选手则没有日本男子选手竞争得那么激烈 起步不久后就有一三马蜜及松田约森能跟着D集团 而且一三马蜜很快掉队 松田约森以约16分30秒通过5公里 一三马蜜以数秒落后 松田约森以约32分37秒通过10公里 比日本纪录分当时间快了16秒 但此时一三马蜜已经掉队 而在15公里时松田约森也从D集团掉队 以49分6秒通过15公里 69分28秒通过半马 而此时比日本纪录分当时间慢了9秒 不过只有松田约森维持不到速度 前半马的每5公里分当时间都能将16分多完成 后八马只能勉强维持16分尾17分出的配输 而一三马蜜由在去年12月经历勒股脾到新骨折后定状态大臭影响 在比赛后端跑崩了 跑到18甚至是19分都每5公里的速度 被西田爱及森田香继等人后来居上 最后松田约森以约森是21分44秒后的冠军 西田爱及森田香织分辈以约刷是22分8秒 吉良刷是26分31秒后的第二集第三 一三马蜜以约刷是31分52秒后的日本第七 至于国际女级组冠军有肯雅的Wolf Mary Run G5 以约刷是16分28秒后的 Satai Game处及XG Back Carry分辈以约刷是16分56秒 及约刷是19分11秒后的第二集第三 最后的焦点无疑是包冷胜出的三下宜柜 查看他的记料可以发现他的来头一点也不少 三下宜柜现年是25岁 大学成就独居着大学 曾出战三代一传兵两次拿下却剑第二集 是剧剑第三 在2021年首战马拉松就以2分8分10秒完成 他的特色是从出马到现在一年才比一场马拉松 但每次都能刷新个人最佳 在这些东京马参赛前已经有2分7分42秒的马拉松最佳 不过有日本这是高手云集 所以在赛前就忽视了他的存在 至于大破解 这次他的狠隔膜疼痛再次成为他的噩梦 而且这已经不只是他第一次发生这问题了 比如2008年的芝加哥马拉松 2019年的MGC选拔赛吉 2020年东京马拉松途中他都发生了狠隔膜疼痛这个问题 但每次他都靠意志力顶下来 但北京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 不能每次都只跟这种不适应干 所以他跟训练团队真的要好好解决这个问题 把意志力加对的地方 成绩也自然会提升 不过这次他真的跑得差吗 2分6分13秒是可以排到日本力大第6位 以退役再回归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只不过日本的新圣代后背力量实在太强了 彩铃大破解被比下去而已 那以上就是我对2023年东京马拉松的分析了 不知道大家对我今天影片有什么看法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区留言哦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先来到这边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并且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